文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这边 接受洪俊培文教基金会的邀请 这是我第三次来基金会演讲 不过已经20年了 我没想到那么老了 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再分享 因为科技日新月异 大家对于保养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 真的是大家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 以前都认为说65岁是上了年纪 但是现在像我母亲还健在 我母亲也92岁 也常常去散步去走路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台湾的人 对于年纪来讲 并不是决定他健康的因素 所以年纪本身如果经过保养 事实上常常会发生 80几岁90岁 早上起来去散步多的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家都注意到身体健康 事实上我们常常忽略的 以前是脑部健康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天还是非常高兴 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特定针对脑部健康来讲 我们该注意到哪些 能够继续享受我们快乐的生活 那到底脑是什么 我们常常讲我心情不好 或者说我对那个人 忧郁啊 情况是要是不是他的心情闷闷的 我们那种感觉 好像是心出了问题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 对外界的一些思维 这些认知的能力 我的记忆力 事实上都是来自于脑 脑的功能事实上是决定了我们身体所有的行为 包括自主神经 包括非自主神经 包括我们的心跳 包括我们的血压 事实上很多的控制中心 连我们的睡眠都是由脑部来控制的 所以如何去让脑部的功能正常 这个是大家所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 脑的结构比较简单 事实上就是大环境 大很简单 我们就叫额叶 大家以前认为说额叶是比较没有思考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捏叶 顶叶 后面是枕叶 那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个功能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我们接受到讯息 到底脑从哪里开始响起 它各有分布的一个范围 就像责任区一样 它都有一个责任的范围 所以额叶是专门管动作的 就是我们的动作的协调性 我们动作的一个整合都是靠额叶 所以像我们以前神外 我们神经外科在开脑部手术 如果很不幸的脑部这里长一颗肿瘤 在20年前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都会跟我们讲 从脑瘤的后面 只要在这里 这个位置 就是在鼻尖的地方 往后算12公分以前 你都可以拿掉 因为我们那时候认为说 额叶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功能 结果过了几年完全变化了 我们的额叶这个部分 是专门做整合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旦接收到讯息 它会把所有的讯息 从前额叶做整合 然后再传到后面 再由后面的一些运动 讲话 语言中枢 视觉中枢 在整个发散出去 所以前额叶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合中心 再往后面一点就是运动中心 再往后面一点就是感觉中心 所以这些的脑部的一个分布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各个脑部所控制的一个状况 所以顶叶感觉的是感觉 就是顶叶 就是在额叶后面这一块 那 捏绝 就是我们的捏叶事实上是管音 听声音讲话的 尤其是左边 像我们百分之九十应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在左边 是听 讲 都是靠左脑 所以左脑我们会一直认为叫优势大脑 即使你是左撇子 很多人的优势大脑还是在左边 并不是说你左撇子 你的优势大脑就在右边 事实上不是的 所以左脑发生问题跟右脑发生问题 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左脑控制右手 右脑控制左手 可是在整个协调性 在整合性 在控制的功能方面 左脑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优势大脑 而右脑管什么 右脑通常是管空间抽象的 像音乐家 艺术家 美术家 这个美感的 或者说一些空间想象力的 我们都认为是右脑 那整合性的 数理性的 科学性的 我们认为是左脑 所以把左脑叫做优势大脑 那整夜是专门管视觉的 所以有的人在这里受伤以后 事实上他的眼睛会看不见 并不是他眼睛出了问题 而是眼睛的接收区他出了问题 这是在后脑勺的地方 我们叫做整夜 那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是讲脑的表层 他们在管这个 那脑的深层在管什么 在管情绪 我们很多的情绪 我们喜欢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我们觉得很愉悦 我们觉得很忧郁 那都是在脑的中心区 有很多的核 我们叫核 核就是神经元的地方 我们叫核 那所有的神经元 都会集中在 我们的这些重心区 脑的深层 我们叫做边缘系统跟基底核 这个也是一般人 如果在血压高 中风的时候 非常容易侵犯到的地方 我们叫做基底核出血 所以基底核一旦出血 就容易产生一些认知 情绪障碍 那这个是在 我们在看到的一个东西 地方 除了对策的肢体无力以外 所以这些深层的机构 跟这些表层的机构 常常在有互动 就是说它本身会传来传去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思维 他的脑是很多方面的结合 就是他很多的点 必须要传来传去 最后才会释放出 我们到底要怎么表达 我们对于接收讯息的一种 情绪反应 或者是认知反应 这是整个脑的结构的功能 所以脑虽然有区别 很多区块 可是最主要是这些区块 它是互相整合 互相传递讯息的 那另外我们有所谓的颅底 就是我们的头颅的颅底 跟脸骨结合的地方 我们叫做颅底 颅底的话有十二对脑神经 专门管我们的眼睛 还有嗅觉 味觉 舌头的活动 听 这些都是叫颅神经 所以他管的是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在佛教有所谓的六根 我们讲的颜耳 鼻舌 身意 事实上都是集中在脑部的一些感受 还有思维 都是从脑部做整合 因为像我们的鼻子好了 我们的鼻子是经过我们的鼻腔 我们吸东西进去 嗅觉神经就刚好在这上面 在额的底部就是这两条 我们叫嗅觉神经 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觉得 这个味道怎么样 我们需要深呼吸 因为我们要把外面的空气的这种香臭 带到我们的颅底 我们直接在颅底就有接受 一接受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情绪离我们的嗅觉 味觉非常近 所以很多人会听到这些 像以前我们的视频道说 有一个法国电影叫香水 有的人只要闻到那个香水 他整个人会变一个人 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如果你了解 当一个嗅觉对情绪化的改变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明一种香水 它会改变你的情绪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注重香水的味道 因为香水的味道会改变一个人的愉悦 会改变一个人的厌恶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香水 我对你这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嗅觉神经 离我们的情绪中树非常非常接近 那我们的躯体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 常常有人会说 我的家人我的长辈他中风了 他中风了以后呢 为什么他中风跟他中风不一样 有的人中风以后只有一边的手脚 有的人中风以后只有脸歪一边 有的人中风只有手没有脚 有的人甚至两边都瘫痪 那位置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越接近中间的部分 我们是脚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脚是踏在我们的中间 我讲的是感觉区跟运动区 手跟脸是走到旁边来 所以中间就是中间剖一半 右大脑半球 左大脑半球 所以是脚一半 就像这个形状一样 所以如果你把一个人的脑 感觉的区块变成一个人的形状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手很敏感 所以我们在脑的感觉区里面 是很大的一片 像有的人他中风以后呢 你会发现他语言有障碍 或者脑部受伤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母语还记得 有的人会忘记 我后来像如果说有的台湾人 好了中国人 如果到美国去住了很多年 可是他本来就在这里土生土长 你会发现一旦他中风以后 他讲的话会讲台湾话 会讲国语 他不会讲英文 因为我们是越早接触到的讯息 我们会越大的脑的区域会去涵盖 但是我们脑总会保留某些区块 给新来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脑 所以有的人说六十五岁退休 现在你会发现 在欧洲就提倡七十岁退休 有的人会认为 为什么CEO不能七十五岁退休 所以有些公司会把年纪更往后 因为这些人会发现 我如果每天在训练 每天在学习 事实上我可以接收的 虽然有些记忆我忘了 可是我永远有一块区域 是等着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脑部 因为脑部会让我们了解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区块 这一辈子是没有用到的 因为我们学的不够 所以我们学习永远都要再学习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发现而且越敏感的区域 它是分部的范围越广 在我们以前在做颠间手术的时候 我们会让病人做某部的脑瘤要拿掉 因为它是引起颠间 我们就让它醒着开刀 我们就把头盖骨拿下来 然后因为它的瘤长在语言中树 我们的语言中树在左边这个地方 那刚好瘤就长在语言中树的下面 那我们要把语言中树切开才能够拿到那颗瘤 那我们就开始测试 我们就会用台语问它 用国语问它 用英文问它 甚至用客家话问它 然后它要回答 它要回答 那我们就点了一个地方 它会用客家话回答 那接着我们再点另外一个地方 它会用国语或者客家话回答 可是有些点到一些地方的时候 它就讲不出来了 它就讲不出来 我们就认为说那个地方我不能碰 因为当我们垫集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没办法发出讯息 去讲到它要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一个 它我们一直垫它 它还是可以讲得很好 就代表那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切开的 我们可以切开那个地方 直接进去到脑的深层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布区块 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东西 越敏感越很小学的东西 分布的范围很大 我即使这个部分已经损失了 我慢慢经过学习 我其他地方会把它赶上来 就是我损失掉的地方 我可以利用其他原来已经具备的能力 我把它赶上来 我举例来讲 如果我今天会讲客家话 代表如果我的母子的范围 可能这个区块我都有讲客家话的能力 但是我其中二分之一掉了 我外伤壮掉了 我可以利用另外二分之一经过再学习 我过了一年以后 我也可以讲得很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脑不断的在学习之外 它有它分布的范围 而且是根深蒂固 越接近中央 越接近海马回 就是这里面十公分身的地方 它会慢慢的退化掉 所以我们的短期记忆常常会失去 可是我们的慢性记忆 各位如果回到家乡 回到你的乡村 回到你的城镇 你会发现 你小学同学看到 你只要一开始名字记不住 可是你一旦记住以后呢 他在学校跟你怎么互动 你一下就想起来了 但是问题是 你可能上个月认识的新朋友 你一下就忘记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脑部奥妙的地方 左脑跟右脑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了 左脑是一个优势大脑 所以小时候呢 我们被教育就是要去上课 要学习 要竞争 要考试 你会发现我们都在运用左脑 所以坊间就会有很多书 如果各位有孙子 有小孩 很小的 那我相信你们都一直希望他考试考好 但是事实上有些艺术家 有些科学家他反而认为 我小孩子应该去玩 应该去学习音乐 应该去学习艺术 应该去学习雕刻 应该去学习手做一些东西 因为右脑是这方面的发挥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像我的老师 以前神外的老师 我们都是右撇子 可是他从当神经外科开始 他就用左手写字 他说我要学习 他用左手拿筷子吃饭 因为我们很少让我们的左手 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你都会用右手做事 可是事实上 我们的左手在动的时候 是刺激他的右脑 那现在大家知道干细胞 我知道肌髓损伤 我们知道中风以后 半边会瘫掉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现在半边瘫掉以后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做复健 可是你要知道 有些医生会把左边会动的神经 像我手抬起来是第五条颈椎 我的手指会动是第七条颈椎 可是我的右手摊掉了 我不会动了怎么办 那我就把左边的第七条神经 接到我的右边第七条 我左手在动的时候 我的右手会跟着动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可是我左手动是哪里在控制 是右脑 右脑让我的左手动 对不对 可是我是右撇子 我中风以后 我右边不会动怎么办 那我的左手在动的时候 我的因为开刀的关系 我让我的右手也动 好 如果第六条第七条 第六条是管这个 手腕翘起来 第七条是管手指去抓 那我怎么训练 那我就把这个神经接过去以后 我就开始训练 我只要这个手一动 我这个手就跟着动 然后接着我夹东西来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有的人说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反而会造成困扰 可是在我们的观点来讲 我们后来有追踪 如果你在做脑部的训练 你会发现 因为右手动是反向刺激左脑 我的左脑曾经中风过 但是中风以后 它失去了控制我右手的能力 可是我让我的右手 主动的一直动 一直动一直动 它的左脑就开始发挥作用 它会唤醒它死掉的脑的 周围的脑 再去帮忙它原来左脑在做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中风 我们的右手右脚不会动 我们即使不做这个手术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做复健 因为你一直做右手的复健 它会刺激你原来受伤的左脑 接着下来它左脑慢慢就会有功能 再去让你的右手动得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脑部研究的时候 发现是一个上帝的礼物 我只能这样讲 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说所有东西生下来 我们什么都有用 但是因为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忽略掉 我们有很多很有用的地方 因为很多中风的人 毕竟对它来讲是一个打击 它原来是很活跃的 脸又稍稍歪了一点 手又不能动 行动又困难 可是你要知道 有很多的复健 很多的电磁机 很多的晶片 就可以弥补这些 所以脑是可以再生的 但是它再生不是从无到有 是从有变成有功能 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些 那个脑部研究的时候 所发现的东西 那两脑之间 事实上是不断地运作的 它中间有一个偏肢体 它可以直接的 互相的互换一些讯息 我们人的脑为什么很重要 是因为它一直在死掉的过程 我们人的脑 大概有三百亿颗细胞在那边 它虽然只占了人体的2% 只有2% 可是它每一段时间 它需要用掉20%的新输出血流 意思就是说 它需要那么多的氧气供应 给它去做运作 所以它占了我们五分之一的能量消耗 也占了我们五分之一的血流量 它不需要靠氧气葡萄糖 而且它很容易受伤 那现在土耳其大地震 我们最怕的就是温度 任何情况造成它的血压下降 血压下降脑压就下降 因为我们的脑压升高 血压就会升高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 所有的能量都是为了要供应脑部 脑部不好全身都不好 所以有些我们在加护病房 神经外科加护病房 有时家属看到血压很高 会一直跟我们讲 要降血压降血压 我们会跟他讲 他现在是脑压高 脑压高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血压 他才能够把血打上去 如果脑压高我降血压 这时候他的脑的压力 他的脑的营养会上不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 来加护病房看的家属解释 但是他一直血压高也不是很正常 因为我们一直要想办法 把他脑压降下来 因为脑压如果越来越高 他所有的氧气什么都打不上去 也会造成脑细胞的伤害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脑一直在讲 哪里传到哪里 各位可以看右边 它一直都是一个向电的传递 所以要制作一个人的脑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可以用人工的心脏 因为它只是一个pump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制作人的脑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只用机器用电脑 假装他是一个思考的 可是电脑不会有情绪 除非我们把情绪的软体 输给电脑 它才会有情绪 它不会自己产生情绪 这就是永远我们的人脑 没办法取代的一个原因 所以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们事实上脑的皮质就300亿个 但是全部的脑有一千亿个以上 那各位我想在座的各位来宾 大概都超过40岁 我们每天每天 即使你好好保养 每天大概会有10万个神经细胞会死亡 这看起来很多 可是对我们的大量的神经细胞来讲 一千亿个来讲感觉上不多 可是如何保养脑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讲的是 你有刻意的保养是这个损失 但是如果你是刻意的伤害 它可能一天就一百万个两百万个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酗酒的 有些长期来生活习惯不正常的 有吸毒的 或者是说喜欢整天熬夜干不好的 事实上他的脑的反应 也会越来越不好 他会越来越迟钝 他并不是想要迟钝 是因为他正在消耗他的脑细胞的生存 所以各位到了60岁 像我63岁了63岁 那个各位有的年长者 比我还长一点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你并没有以前的那种思维整合能力 你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正常 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现在要回去到你二三十岁 你在有拼近的时候 你会稍微差一点 可是你的经验丰富 你很多的情况来讲 你反而解决一个问题的能力是超过过去 你的思维更周详 你不会像那个时候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比较冲动 你会发现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整合你过去的经验 但是的确你的注意力 你的记忆力 你的敏感度 不会像以前那么敏捷了 所以脑部的发育事实上非常重要 就是前额叶跟偏织体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前额叶跟偏织体 这些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男女之间的差别就在偏织体跟前额叶的发育 女生的话呢 偏织体很容易产生 它变得非常快 它发展得非常快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小学 如果各位小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常常那边老大的 常常是一个女生 只是老师喜欢选男生当班长 可是你会发现女孩子很快成熟 女孩子会教她那个同班同学 因为男生看起来都傻乎乎的 可是女孩子很容易成熟 她成熟不是生理的成熟 而是脑思维的成熟 因为我们的左脑跟右脑一个偏织体 它会把它看到的东西先整合 在经过右边的空间 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了解 她会做两边的整合 所以很小的女生 十二三岁的 或者说八岁到十三岁中间的发育期的女生 她的思维很复杂 不是她想要 而是她思考本来就是来回来回来回 男生是比较单一的 她左右她左边想到她就开始做 右边看什么她就开始画 可是女孩子会经过多重的思维 所以在发育的过程 营养也会不一样去注重这些 所以在前额叶发展是整合性的 她信任的速度 女孩子都比较快 发育的也比较快 所以语言中枢跟情绪中枢 在女孩子也发育的比较早 所以很多的表现上面 在小学的时候的表现 很多的女孩子非常优越 但是男生会慢慢的赶上来 在国小五年级六年级 国中的时候 男生的能力会慢慢赶上来 这跟考试不一样 这是整个是一个表态的方式 会不太一样 男女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视网默的接收也不太一样 所以女性要了解男性 本来就很难了解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 一个生理结构 因为我们的细胞的数量跟分布 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太要求 男生变女生 女生要想到男生要怎么想 男生要说你就是要这样想 事实上我们很难这样想 因为就是不一样 不过两边都对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小孩子发育期 因为各位应该有些有第三代了 像这些人小孩子一定要特别注意 他的学习饮食的一些变化 尤其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荷姆 而且发育的情绪发展非常短 有的人说多短呢 像三岁以内两三岁 最好不要在非常出生的婴儿的面前 有太多的家庭暴力或什么 他们在看到的时候 他们即使不会表达 可是对他们的情绪 会非常容易建立一辈子的信念 因为这是深层脑部 一旦接受以后 他很难改变他的这个逻辑 所以脑部的健康从什么时候开始 要从很小开始 很小的时候不知道谁要怎么做 一定是长辈 我们身为父母的 身为阿公阿嬷的 我们就要去注意这些东西 要在小孩子的面前表现出 应该讲塑造一个环境给他 让他去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家庭 人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在从小 从小要建立他跟人家的互动 不要叫他说你的东西你收好 不要跟人家玩 他会慢慢的养成 他的情绪就会慢慢的养成 以后他想要改 可是他的底子里面会根深蒂固 所以小孩子的情绪如何养成 应该是从小 你让他塑造一个环境 因为他很容易在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 就是变成他一辈子的 这种情绪的一个塑造 当然未来我们可以训练 但是你要知道训练一个人是没那么简单 你要改变一个人很难 这是情绪化 当然有的人是过动儿 有的人是自闭症 有的人是注意力缺失的 那个就是在脑的传递的中间出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是食物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是精英的问题 它本来就有一些细胞上的一些问题 那脑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本身就会有一个神经元 就像各位看到的一个像星星状况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神经元在接受外界传来的时候 它要传出去 所以它是很细的很细的一小条的一些细胞 然后这些细胞周围都叫树土 就像树枝一样全部伸展出去 然后每一个树图上面都有所谓的神经水窍 我们叫神经胶质 那各位知道如果你不幸得了脑瘤 脑瘤有两种 一种是良性脑瘤 大家说良性脑瘤是什么意思 良性脑瘤就是脑末瘤 它并不是在脑里面长的 它是在脑的表面长的 我们叫脑的蜘蛛网膜下腔 它会长出一些瘤 它是从外面往里面压 或者是长在脑水里面顶起来 我们叫做脑末瘤 脑末瘤99%都是良性 但是大家还是会把它叫脑瘤 可是另外一种瘤 我们叫做神经胶质瘤 它是包在树图上面的神经胶质 就像一个笔 你把一个蜡放在上面 神经胶质就是这样 如果我的身体是神经 我的衣服就是神经胶质 它包着我 那我们的神经的传递 是靠神经胶质在跳跃 它把电解质的进进出出 就带为电流 它就一直传递那个讯息 到其他的神经园去 它经过塑图 可是塑图表面有很多的 神经胶质敷在上面 我把它叫神经胶质细胞 那刚刚我讲到脑瘤 另外一半 55%左右的脑瘤 就是恶性脑瘤 叫多发性神经胶质瘤 那些东西都是 我们事实上把它叫做脑癌 我们在20年前就希望把 脑瘤跟脑癌要区隔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干细胞 癌症治疗 都放射治疗 化学治疗 标靶治疗 都在讲癌症的治疗 我们癌症治疗是越来越进步 但是很不幸 脑癌你现在怎么治疗 我们会认为五年 五年 尤其是最恶性的脑癌 即使你把干细胞 抗癌药物带进去 很可能五年之内 你还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生命 那如果没有治疗很顺利 通常是半年 我们一旦确定是脑癌 就是脑的神经胶质癌 我们基本上认为是脑癌 所以为什么神经胶质癌 神经胶质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因为它基本上是我们人 必须要有的东西 但是它也是产生脑癌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细胞结构 所以事实上神经就是神经的传递 就有点像影片里面所形容的 它一旦接受到讯息 它会产生一些化学作用 接着再把讯息传出去 我们人的思维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味觉都是经由这个来得知的 那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部位的神经元 它就会有哪一个部位的功能 如果你把这个额叶的神经元种到后面 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负责就是这个部分的工作 所以神经也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东西 它就经由这些传递 最后得到出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方式 这是脑的一个显微的一个结构 脑的神经传递物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所有的营养 所有的生活起居 所有的情绪反应 都是根由脑的神经传递物 也就是说每一个宿途 跟另外一个宿途之间 会有一个gap 会有一个代沟 好像是海峡两边这样子 就是两边如果要沟通 要有船 在那边接来接去 或者像淡水好了 淡水的巴黎到淡水 那中间就要有船 我们把这个船来船去 我们叫做神经传递物 它不断的船来船去 就把这个讯息互通 那先像中间这个这样一样 它把它互通 中间就一直传递下来 你传递什么样的物质 会有不同的表现 并不是只是丢东西过去就不是 它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有那么多的神经传递物 在脑里面 每一种很多的食物 是含有不同的神经传递物的 原始氨基酸 那这些氨基酸或者是脂质 它可以变成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营养的摄取 主要是针对神经传递物 来做选择 就是我们如何保养我们的脑 如何让脑部发挥健康 你如何在哪种情绪之下 你想要表达哪种讯息 你想要发挥什么 那你就需要哪种神经传递物 像我们讲的那个Parkinson 我们讲的拔经生病 它就是不自主的动作 如果各位如果不信 或者家属不信有拔经生病 你会发现这多巴胺 它的多巴胺缺乏 为我们神经传递 就是需要这个传这个 这个传这个 它中间少了多巴胺 就不能控制 它会叫不自主动作 它的手会像数钞票一样 它就会一直抖一直抖 那就是多巴胺 它多巴胺缺乏 它多巴胺缺乏 所以多巴胺缺乏很严重的时候呢 那神经内科医师会开什么 就开Aerod多巴胺 就左链的多巴胺就给你 左旋多巴胺给你 你吃了以后 抖动就比较好 走路就比较稳 比较不会那个僵硬小步 它会走得比较稳 但是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因为这些电解质是互动的 你这个高这个电解质就会下降 像多巴胺跟乙烯胆碱 你吃了乙烯胆碱的食物 它会压制多巴胺 你吃太多多巴胺 它会压制乙烯胆碱 所以有时候你让多巴胺增加 Parkinson好了 可是问题是乙烯胆碱是控制肠胃乳动 控制我们心脑部的运作 你就会发现 你吃了很多的这一类脑部的药 怎么便秘 怎么会有一些肠胃乳动有问题 你会有这些副作用 因为你改变了某种神经传递物 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神经传递物的浓度 因为它们是互相结抗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从食物里面 从药物里面 也从这个神经传递物里面 我们学到哪一种食物 哪一种药物 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跟平衡 这个就是过去的科学家 从这里面学习到很多东西 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希望说这种病人闷闷不乐 他非常闷闷不乐 那我们就想说去看一个身心观能科 大家知道身心科事实上是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精神科 那精神科事实上在三四十年前 跟神经内科是没有分的 大家知道神经内科现在是看中风的 看颠尖的 看八千身病不自主动作的 看失智症的 这叫神经内科 我们会认为说情绪障碍的 不管是精神分裂的 或者是思觉失调的 或者是躁郁症的焦虑的 我们认为或许该看身心科 可是事实上在过去我们认为 身心科的很多的感受 事实上是因为神经内科 脑的地方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心情事实上是 脑的一个周转 我们一直认为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事实上是脑的周转 让你心情不好 不是你的心脏不好 所以身心科好像是让人家知道说 我心情有准我来看身心科 事实上身心科事实上是脑部的电颈值的运 应该讲神经传递物的运作 所以精神科跟神经内科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他们也要互相学习 才会知道说这一类型的病人怎么样治疗最好 因为对很多的民众来讲 他也不晓得该学哪一科 因为他去身心科的时候看到很多精神分裂的 他说我不是孝位 但是他本来就不是孝位 他只是神经传递物之间 不过有时候的确是脑部的结构有问题 像那种事实上是比较难用身心科来解决 像有些是情绪上的问题 在美国很流行心理分析 我情绪不好我也去看精神科 可是精神科并不是开药给你 他是坐着跟你聊天 他让你躺在沙发上 来问你情绪低落的原因 他慢慢的疏导你 发现我不太需要吃什么药 好像我也好了 事实上他是改变了你的思绪 改变你的思维 所以脑部的健康事实上很抽象 你可以从食物里面得到快乐 你也可以从营养里面得到健康 可是你也可以从聊天里面 让你的脑更健康 让你对周遭的环境更亲切 让你对别人更好 所以大家如果参加过训练营 参加过那些一些所谓的 像职场里面有时候领导 首领训练营或者是讲座 你会发现很多的训练营两三天下来 你看世界都是美好的 你看每一个人都说我爱你我爱你 可是你本来恨他恨得要死 可是你被被教育了以后 你会发现怎么世界那么美好 可是过一阵子没上课以后 你又变成像原来这样子 我就是讨厌你我干嘛说我爱你 可是你就很奇怪 因为我们的人本来就是可以经过训练 去改变你的内化 而这个内化事实上是脑部的神经传递在运作 所以脑部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今天要来联讲我就特别看了一下 台大发展出这个ACROVIZ也是借由国外的一些研究 他针对台湾人的一些磁症造影的一些数据 就是我们磁症造影有分很多种 各位如果到很多医院做健检 或者说我觉得最近我家里谁受伤了 或者长什么东西了 我做电脑断层 可是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差别在哪里 核磁共振是对于脑部的血液循环 对于脑部灰质白质 因为脑部有分灰质 就细胞圆的地方 细胞核的地方 神经圆的地方比较多的就叫灰质 那个纤维很多的就叫白质 因为在脑里面切起来 就一个灰灰的一个白白的 我们叫做灰质跟白质 灰质越多神经也越多 白质越多神经纤维越多 OK 所以它就利用神经纤维的多寡 跟散布的快速叫做DTI 我们叫做扩散式核磁造影 我们现在台湾几乎很多的医院 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直接可以让你看到 你的那个DTI的状况 就是你的神经纤维分布的状况 速度 然后另外就是AI大数据 它利用几百个几千个病人 它去看你到底对等于哪种年纪 所以如果不定期你去做见解 未来的见解就会包括这个 我如果60岁我来见解 发现我是55岁的脑年龄 那我就还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完了我现在63岁 我变成70岁 算起来我是70岁 你就很担心不用担心 你只要从生活上面 从食物上面 从情绪方面去做调整 你再过三个月去看 你会发现你变成62岁 意思就是说脑的年龄可以依据你的用心 培养或者是营养状况 生活习惯的改变 你会发现脑年龄一直在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可以预知未来失智的风险 如果你发现你怎么样弄都弄不起来 事实上医生就会告诉你 你已经有失智的可能性 因为大家站在这边大家都没失智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常常会忘记事情 就像以前我在长庚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记住我的每一个病人 就很奇怪 他离开三个月以后再来追踪追踪 我都记得住 因为我是外科医生 我常常要开刀 我开刀他就要跟我相处好几天 所以我们就会很熟 甚至不是熟 就是说我就会记住他名字 不过我记得好像去年还前年 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我认为是病人 然后我就说最近你的脊椎好不好 他就转过来说阿勇啊 我是你阿姑 他说他是我舅舅 我说我忘记了 我把他记到另外一个病人身上 也说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敏感 可以记住那么多名字 可是我们也的确应该偶尔去测一测这些东西 就是到底我的年纪 因为最近我们会觉得 最近我好像比较记忆力差了一点 或者跟去年比起来 我们以前都可以记住电话号码 现在几乎没有人要记电话号码 全部都是LINE 要不然就是写在上面 几乎你现在问谁 以前我们都记得住好多 现在几乎也没有人在记了 不过我们也的确可以预测 用这个脑年龄去看失智的风险 那这个是他的八项功能 他的八项功能叫做三大面向跟八大认知功能 就是说你可以从记忆网路 高阶认知功能跟接收反应功能 去看这个上面那个就是 扩散式核磁共振照影 各位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照影 这个照影是X光科技术员 他们就会分析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跟我们开脑流很有关系 因为脑流都是从白质长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要把白质切掉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白质会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会阻断它的传送的过程 大家都以为反正我们切下去就切下去 不对 我们现在在开刀是可以用电脑3D影像 我们可以用 就像我们用VR 就是我们用实镜秀一样 我们可以把核磁共振放在那个荧幕上面 它会转动 然后接着我在开刀的时候我有camera 它可以用立体的方式 在那边秀我的刀从那个荧幕进去 那我就可以闪过那个神经纤维 虽然我的显微镜 我看不到神经纤维在哪里 可是我的影像里面可以用核实共振 跟我的摄影去结合 我正在神经纤维的跟肿瘤的哪一个部位 我们就比较不会伤害到神经纤维 我们在切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伤害 因为所以DTI对神经外科 对病人的失智预知非常重要 这叫脑神经纤维 这个也是来预测我们未来失智的可能 还有失智的年纪大概还有多久 还有多少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DTI去预测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两个问题 各个纤维的网络 他们要用大数区去看 你这些纤维少的程度 去比较你的脑年龄 它就是刚刚我讲的八项认知功能的网络 它用八个不同的影像 去预测你的失智的风险跟速度 它可以用这个来看 所以我举例来讲这边有一个B先生 A小姐 B先生跟一个C女士 她会在每一次做完以后跟你讲 我如果是61岁 这边是61岁 她是七十几岁还是减十岁 她是从减十岁跟加十岁来看你弱的年纪 然后跟你做一系列的轨迹的研究 就是说你可以一月去六月去十二月去 然后他就会给你看你的年龄的轨迹 你现在是70岁 但是你只有65岁 但是他算出来你大概70岁左右 跟一般人比较你是70岁 可是你经过调养 下一次又掉到68岁 甚至掉到62岁 就比你实际年龄会更下降 所以这个叫做脑年龄轨迹健康的测试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轨迹测试 各位可以在网路先看一下一些讯息 再看哪些医院有在做这些健康测试图 这个是蛮有趣的 我相信未来这个观念会到 会比较会到渐检 因为这个都会到渐检去 所以有些企业家他喜欢去了解这个东西 他管理公司的一个能力 他可以去看这些 还有跟同仁 那如果在一般来讲 我们脑健康测试 我们不做这些做法 我们会做什么 就单纯的看电脑断层 很简单的看 像各位如果去健检 他会问你要不要做高阶健检 高阶健检脑部是什么 而且会叫你做核磁共振 可是核磁共振他要看什么 看你的血管通不通啊 看你的脑以前有中风过几次啊 因为很多人说 我当然知道我怎么弄错了 我们很多人会不知道 我们以前有过小中风 因为中风有两种 一种是叫缺血性 一种叫粗血性 缺血性是血管被堵住 粗血性是血管爆掉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中风 在医疗界差别最大是 缺血性归神内 初血性归神外 因为初血性开刀的机会比较高 缺血性做血栓溶掉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是属于神内 用药物的机会治疗比较高 所以一个是神经内科 一个是神经外科 可是健检能够看到的是 健康的程度过去的病史 可是不能够预测 你要怎么样去做预防 甚至要加强它的营养 那比较难 那另外就是针对脑部会有影响的 包括你的血球那些东西的 还有血压心跳 还有脑部的一些运作的这些东西 它会去看 然后做脑健康的测试 然后另外在神经内科 我们叫做神经心理分析 各位如果要来做医疗鉴定 你说我有一个兄弟 我的朋友或是我的长辈 他要做 他受伤了 他受伤以后脑部反应怪怪的 可是大家都觉得还好 他自己会去买烧烤 他自己会去照顾自己 他自己会去脚踏车做运动 可是家属说他就是残障 那我们怎么证明他是残障 我们就会请他到神经内科去 他会做一个神经心理测试 他有好几十题题目 去问他的认知功能 行为功能 人格表现 语言动作 他们会叫他去做这些 他会有一个叫做残障标准 他会有残障等级 然后去做这个 那这个基本上只是看脑部的一些 反应残障的程度 那这个叫神经心理测试 这个是在我们对于脑健康测试的 两种临床的功能 那影响到脑部功能的病变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我们最常见的还是中风跟失智 这是我们现在一些台湾的人 比较在意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营养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 台湾人你要说我营养缺乏 通常一般人不会承认 但是营养失调 大家倒是蛮失调的 就是有些状况 你不会去注意到这些东西 那另外头部外伤 代谢性中毒跟情绪精神障碍 是比较少见 但是也的确是常常困扰 一般长者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先讲中风 先讲中风 中风实际上是脑血管病变 那刚刚也跟报告 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说 哎呀 他的某某某中风了 是大血管爆掉 我讲的就叫动脉瘤 动脉瘤就是大血管爆掉 他破掉了 那一破掉呢 他整个的脑的周围都是血 这跟一般的高血压性中风不太一样 高血压性中风都是小血管中风 都是接近脑的深层 都是一边一边 可是不是那种是脑内中风 是高血压性中风 是小血管出血 我刚刚讲的大血管 他都是浮在脑的底部 就是我们的颈动脉上去 还没进入到脑 进去里面都没有 他就是在脑的底部 那都是大血管 那大家知道有些人就是大血管一爆掉以后 他就没有了 就很奇怪 他就会大叫一声 然后他就没有了 有的人是整天头很痛 就他痛了一次 他整天脖子很紧 脖子非常非常紧 他今天早上起来 或是突然跟人家讲话 脖子好紧 那个紧又不像是扭到 他就一直持续 而且眼睛色色的很不舒服 他非常非常头痛 我们会认为那个叫 大血管破掉之前的前兆 他回去以后吃个止痛药不能治 脖子还是很紧 这个一定要带去急诊室 因为要做电脑断层 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 我们叫做哨兵现象 什么哨兵 一个军队里面 如果要去打仗 一定会找一个前哨兵 一两个 拿着那个步枪 慢慢的匍匐前进 去看敌人在哪里 我们叫哨兵 哨兵现象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血管快要爆了 快要爆了 因为他是大血管 所以他就 我们叫动脉瘤不是瘤 是血管要爆之前 他会鼓起来 就像一个那个气泡 要爆炸之前他会一直鼓 他鼓的时候 旁边会露一个小洞出来 他会渗血 他会渗血出来 渗血出来以后 他会刺激到脑末 脑末就会收缩 他会突然就觉得头很痛 所以头很痛脖子僵硬 如果持续两三个小时 你又不能够解释是不是落枕 是不是脖子扭到 如果你不能确诊 而且确定你就是不舒服 一定要跟家属讲一下 到急诊室去照个电脑断层 因为第一次爆掉 如果你都很清醒 那是运气 如果第二次爆掉 50%就是死掉 就当场就死掉 棒就是爆掉 就像水库一样 你闸门开一个小洞 他渗水 那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他随时会崩盘 才就会爆掉 这个叫哨兵现象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注意 那这个是大血管 跟小血管的出血性病变 但是事实上 我们绝大部分的临床 碰到的是缺血性中风 是小血管塞住 你一下子觉得嘴巴麻麻的 一下嘴巴歪一边 手都不太能够动 过两天就好了 像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哨兵现象 可是这是缺血性中风 我们叫暂时性缺血 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叫TIA 在临床上来讲 医生就会建议用血管扩张剂 用Aspirin 或是BOKI 搏击之类的 或是我们常见的宝酸通 Pravix 他会给你这些 来保持让你的血管不要塞住 因为大部分是心脏一个酸晒 堵住了你的脑里面的小血管 它堵住了 像这种就要非常小心 平常要控制胆固醇 要控制酸酸甘油 所以各位 应该有不少的在座各位 可能有长期拿那些降血酸的 不是降血酸 应该讲降血脂的 降胆固醇的 因为这些不好的胆固醇跟高油脂 就会造成你的血管壁变厚 你的血管容易堵住 如果堵在其他地方呢 比较不会影响到脑 可是它如果堵住的东西 掉下来一块下来 像坠肉一样掉下来 坠片 它就会像放风筝一样 一下子跑跑跑到脑里去了 它就会容易堵到脑的最小的血管 而堵住以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小中风 所以我们在做核磁共振见检的时候 甚至在做一般检查 我们真的会发现 脑里面就是一个小斑点小斑点 我们就会跟病人讲 你事实上中风过六次 或者说六次再同一次也不一定 可是他说没有啊 可是你有时候感冒头晕 一点点手麻搞不好就是中风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超过七十岁以后呢 多多少少去了解这些 因为这个时候都跟你的下一次 未来的健康非常有关系 这个是刚才我们都提到的 尤其是三个问题 就是抽烟 抽烟 糖尿病 高血压 糖尿病没有人想得糖尿病 没有人想得高血压 但是可以不要抽烟 就是绝对不要抽烟 家属要抽烟 你叫他不要抽烟 因为你二手烟也一样对身体有害 甚至搞不好比抽烟的人伤害更多 所以一定要让你的环境里面 不要有抽烟的环境 这个是我们会大量提倡的 因为抽烟对身体真的找不出任何一个好处 那另外当然有一些心脏的问题 我们会再开这些所谓的抗血栓 因为只要血经过非身体的东西 它就会产生回流 回流的话就像水沟一样 水沟如果流慢的地方呢 它就会堆积垃圾 它会流在那里 杂质会流在那里 我们就叫做血栓 就是黏在那个管壁上面 它容易掉下来 掉下来它再跑去 跑到小血管那就麻烦了 所以有人工半磨的人 几乎一辈子要吃抗血栓的药物 而这个就会面临在开刀时候 你要跟你的主治医师讲一下 你要停个五天到七天 然后术后也要停个五天到七天 这样的话你开刀才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血性中风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高血压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TIA TIA这个是暂时性脑缺血 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 那有的人会问我说 那个出血性脑已经出血了 那你们的神经外科医师 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 那为什么每个医生讲的就不一样 可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长辈 我的晚辈 出血了 很多医生就会说 这个有什么风险 有什么风险 我们医生在面临的时候 还是面临所谓的左脑右脑 如果一个人是强烈用右手在做事 强烈在思考 或者是他是对生命 或者是他有他的想法 那个左脑 我们会认为如果左脑对他的伤害 会远大于右脑 因为如果是一个企业家 或是一个要主管很多事情 每天要忙上忙下 不只是企业家 或者整个店他要他管的 他要主导或者他如果是右脑中风 基本上他所有的理智的行为 都不会缺少 只是他的左手左脚会很弱 可是他大部分又是右手在做事情 是左手左脑在思考 他只是没有艺术的空间 脸部的辨识会稍微差一点 对人的名字可能会稍微差一点记住 可是他对于理解思维过去的经验的整合 他没有缺失 所以我们会跟他解释 那如果这样手术完 会跟家属解释要不要手术 那另外就是昏迷指数也决定了一切 大家会一直听到昏迷指数 有的人会说他醒过来也是植物人 我们会这样讲 我们外科医生在开脑子之前 我们会问病人家属 你要他活着比较简单 但是你要他醒着会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脑干是两个大脑半球里面 要集合在脑干 再把所有的信息 进入脑的中央一直延续下来 如果有一个病灶已经造成脑干损伤 他所有两边的大脑的讯息 是没办法传下来 那我们会把这种叫做植物人 他只能感受外界对他的刺激 但他没办法表达 他脑里面想要发述出去的情感 或者是动作 我们把这种病人叫植物人 所以如果一旦面临病人 是所谓的脑干症状 我们会跟病人家属讨论 因为手术完他会活着 但是他不会醒过来 因为他有脑干受损 脑干受损叫做不可逆反应 大脑如果经过水脑症压到 反应不好 水抽掉他反应就好了 大脑不一样 脑干跟大脑是不一样的神经的存在 所以在术前术后我们会讲这些 关于他育后的状况 然后家属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我们要讲得很清楚 因为现在大家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如果活下来 我想要怎么样子活下去 我们都有一个自主权 所以也都可以再讨论这些东西 当然避免中风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就是有跟刚刚各位报告的 在台湾事实上有很多医疗卫生政策 是做得还不错 从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希望兼由政府的方式 因为台湾的健保说实在 我还是认为包山包海 像我昨天有帮一个 纽泽西回来的一个台湾的侨胞 他回来 不算侨胞吧 现在就是 就他住在那边二十几年了 可是他每年都会回来 他住高雄 他就会跑到台中来给我看 那他也会跟我聊 他在美国什么 他还是认为台湾的健保 台湾的医疗水准 事实上跟美国是差不了太多的 像我们在台湾 我是神经外科 我们神经外科 现在如果有五百个 正在临床做开刀的第一线的医生 我们其中有三百五十个 去美国待过一年以上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训练的过程 就是要去美国 去欧洲 去日本 就是要学这些 去韩国 就是学这些 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来讲 事实上跟欧美 跟日本 韩国是几乎一样的 甚至很多科还更胜于他们 这个在台湾 事实上也推广到全民健保 对人民的一个服务 是这样 所以跟各位报告就是 如何避免中风 我认为七十岁左右 不管是六十岁五十几岁 一直到八十岁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降低血脂肪 控制血糖 不要抽烟 控制血压 规律运动 运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心脏要照顾好 因为很多脑部的病 是从心脏来的 光弯栓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脑部维持一个代谢状况 正常的一个酵素 脑的退化呢 我在看一些资讯的时候 他有把脑的退化分成液态智力 跟晶态智力 各位如果有些七十岁的长辈 如果在这边的话 应该叫学长 还在这边的话 你会慢慢的发现 你对音乐 你对语言 你对过去的一些文字的概念 你会唱 我妈妈有时候 因为我妈是在日本时代 我妈92岁 她闲着没事就唱 她是客家人 她就会唱国语歌 因为她很喜欢唱国语老歌 然后她也会唱客家老歌 她不太会唱闽南语老歌 可是她会唱日本歌 我说日本歌你怎么还记得 她就是记得 而且她还可以一下就唱完了 那她会讲这些 她会讲说 三十年前跟我爸爸去哪里玩 什么那个点点滴滴 可是她只记得一点点 那我说那边长什么样子 她说她怎么知道 因为她对于空间 对于当时的建筑物 她是记不起来的 她没办法记住那个 她只记住那个时候 她可能是跟谁在一起 她记得那个时候有谁 然后怎么样去 她也记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智力的时候 他们有份所谓液态 液态就是流动的 这些智力 它会慢慢的淡化掉 它就是记不起来 但是有所谓的晶态 这些记忆在脑里面 会比较固定在那里 它不会流走 所以在有些学者就把它分成 所谓的液态智力跟晶态智力 但是在学术上并没有这样分 因为我们还是把部位当作是一回事 它不是流动 但是大家如果了解刚才我讲的 神经传递是一个细胞传递一个细胞 不是一个区在思考 也不是一颗在思考 而是一直传递 所以这种液态智力跟所谓的晶态智力 也是一种蛮好的一个概念 让你了解晶态智力它容易保留 而液态智力它很难保留 这个也不是你想不想保留 就是它就会慢慢的退化掉 当然我们要强化这个晶态智力 我们也可以训练的 我们也可以训练 你也可以写日记 你也可以写什么 去看过去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忘了记录 我们今天发生的大事 到后来你会一直想要去想 到底那天做什么 我到底上个月有哪些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来宾 就是能不能尽量养成我记事的习惯 因为你记越多事情 你会发现你装的东西越多 因为你忘记了你不会急 因为我们人一急以后 越担心越焦虑以后 我们事实上是会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忘记没关系 我一查就查到了 就像我们现在手机 你要查什么 没关系我一查你问我什么 你小孩子你孙子问你什么 阿嬷等一下 阿嬷现在还想不起来 可是你上Google查一下 或者你记载事情 或把你过去的资料拿来看一下 你会觉得你又回忆起来 你不断的回忆 你会发现过去的很多事情 你又再重新回来 你又用新的脑 去学习你的过程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各位报告 一定要不断的训练你的脑 因为你的脑是需要训练的 不要不能够因为说 我就是老了嘛 我就是忘了嘛 可是问题是 当你在回顾的时候 你就慢慢做 慢慢回忆 慢慢打电话给老朋友 跟他聊一聊 你很多就回来了 很多不见的东西就回来了 你会从异态自立 再变成精态自立 那失智症还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还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失智就是这十项是 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但是不能够那么随便 来诊断一个所谓的失智症 失智症的确是有些记忆 会影响工作无法升任熟悉 就是你每天在煮菜 就突然怎么 上个礼拜才煮的 或上上个月才煮的 我先生最喜欢的 我小孩最喜欢的菜 怎么一下子这个要小心 因为失智症能够治疗 一定要在早期 你失智症一旦到某种程度以后 你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药物 因为失智症也是神经传递物 跟神经细胞之间的沟通 出了很大的问题 细胞的数量少得很快 所以为什么失智症一旦慢慢发生 你一定要先提早注意 跟神配合 失智症的治疗 很多医院非常重视 北部 中部 南部 都有很多的医院 有失智症中心 常常这些初期的人要来上课 要做团体活动 他们去互相去提醒 互相去什么 这个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当然失智症最常见的 还是退化跟脑血管病变 退化就是阿兹海默 最有名的就像以前的雷根 某些比较有名的著名人物 他就会慢慢的退掉 所以不是政治人物想退 他不得不退 因为他真的想不起来 他没有办法有以前的思绪跟反应 跟动作 所以很多人讲 拜登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的确 因为他年纪 可是他年纪也不算很大很大 如果以台湾现在的标准 很多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每天运动 每天反应 你欠他多少钱 他完全记住的那种 所以非常非常清楚 思绪也很好 管理公司 他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还是认为 如果一旦有上述的这些现象 提早发现 提早来看 当然阿兹海默还是占了一个 神经退化失智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反而血管性失智症 事实上就是小中风太多次了 太多次的小中风 就变成很多脑的区块 缺少了思维的认知模式 像这个 这一个是好的脑是长这个样子 脑萎缩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的脑壳里面 你能够从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 一下就看到的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脑 一个是水 一个是水 所以水太多了 有可能是脑萎缩 水多了 像那种不需要治疗 可是也代表说 你的脑一直在萎缩 有时候是脑胀起来了 水被压下来了 那就是脑肿 脑长东西了 这样子 所以阿兹海默最常见的 还是认知功能变差 记忆力 语言 你会发现他讲话没有那么流利 人格改变 人格改变都是额叶的控制 人格群细行为 都是我们额叶 原因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某些营养要注意到 某些胆固醇过高 或者刺激性的神经传流 glutamine 富安酸 当然有些基因也会影响 但最重要是代谢 因为我们在这些阿兹海默症的病人身上 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代谢性蛋白质 我们叫 就是 beta amyloid 就是有一种电粉类的 不正常的 beta 电粉类的 它沉积在脑里面 变成一种纤维化的东西在那边 它完全失去了脑的传递的作用 占据了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的脑变得很萎缩 这个脑水在脑的占据的空间 稍微就大了一点点 所以认知功能到底什么叫认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接受讯息的时候 如何跟我们的决策区 就是前额区 语言对话区 深层的情绪反应区 跟视觉区 还有运动感觉区 就是我们接受到讯息 到脑的中央以后 它再散到所有的地方 我们对于这整体的架构的控制 我们叫做认知 这个叫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 当然我们必须要远离阿滋海默症 怎么办呢 蛋白质像很多人上了年纪 它喜欢吃一些东西 很多人就会建议 年长者该吃某些营养素 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越来越老了 我们有些酵素代谢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吃了很好的食物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代谢成 我们要的营养素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买最原始的营养素 我们吃下去 它就直接吸收直接作用 就不需要经过我们的代谢 因为我们要代谢才会变成有用的 这个在五十岁六十岁以内 或许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六十岁七十岁 你跟一样的人在吃 他得到那个养分 你不见得得到 所以越原始的必须性氨基酸 就必须要吃 因为氨基酸是构成神基传地物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原始的成分 就是蛋白质的最原始的成分 我们叫氨基酸 当然脂肪也不是不好 但是要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 像所谓的Omega 3 这个在很多的连锁药局都很多 但是你就要知道你要什么 糖分不是坏东西 但是过多的糖分绝对不好 还有这些像我们讲 我们在门诊 如果你觉得有点失智 医生蛮喜欢开银杏 神经内科就会开银杏 他认为说可以促进脑部循环 有四个东西 我认为在我们的临床上 或者是营养师都会建议 一个是煮熟的番茄 一个是黑巧克力 大家认为巧克力太甜 事实上黑巧克力不见得有含那么多的糖分 它反而可以降低胆固醇 它可以让你焦虑的心情比较放松 它可以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 这是黑巧克力 它可以活化脑细胞 让你看东西都比较有美感 所以那另外就是南瓜 我想大家都知道南瓜 所以很多人都会建议 有一个贝达胡萝卜树 南瓜有这些东西 它可以帮助一些 我们的神经传递的一个功能 另外苹果 苹果 所以煮熟的番茄 黑巧克力跟南瓜苹果 我个人是认为年纪大的人 要时常在这个四个食物里面 去摄取你对于脑部的一个养分 另外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学术上的状况 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家的长辈 如果各位的父母亲还在 应该大概就是九十出头 你会发现平常他反应很好 最近怪怪的 你不能把它当作九十岁就是这样 九十岁不见得是这样 他有时候走路慢慢的 因为一般人失智或者某些反应 他不会尿失晶 如果有尿失晶在合并走路 再加上眼睛有一点反应不是很好 我们叫做默不关心 他有时候看到以前会笑 他突然就是有点脸无表情 我们会说面具脸 或者你会觉得怪怪的 对事情的反应稍微慢一点 可是也不是失智 你跟他讲话他就照回答你 可是他就尿失晶 要上厕所就怎么来不及 事实上对我们临床来讲 这叫等压性水脑症 就是说他虽然脑萎缩了 水也多了 可是水越来越多了 就是超过了他应该多的部分 我们叫做水脑症 我们有时候会放一个管子在那里 然后放到肚子去 而这种病人的脑水就经过协调 我们每天的脑水会产生五百 吸收五百 它里面就存在着一百五到两百 包括脊椎 它是一个脑脊椎液 它是在循环 包住脑跟脊髓的一个部分 它是每天这样换五百CC 可是出来五百必须要吸收五百 它中间如果减缓吸收了 它没办法吸收 它会继续分泌 它就会累积在脑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放个管子到肚子去 到腹腔里面去 它如果多了 它就会经过压力 稍微高一点点 它就马上让它流下去 就可以维持 所以病人放完管子以后 反应也很清楚 本来不太讲话 你就开始滔滔不绝 本来小便很快的 他觉得我还可以 我慢慢走过去我就尿 我不会尿在裤子上 像这个叫等压器 几乎都发生在六七十岁以后的人 所以如果各位家庭或者是朋友 发现怪怪的 这种人不是单纯的失智的感觉 他有尿的问题 还有走路的问题 当然脑部受伤是尽量避免的 除了骨质疏松是存在在一般超过六十五岁以上女性以外 当然男性也有相对少一点 不能跌倒 我们超过七十岁以后 就是不能跌倒 不能跌倒 一直要提醒自己 绝对走路要慢 平常要做单脚训练 核心肌群 要走路要稳 非常重要的 那急重症治疗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临床的时候会要注意到这些东西 就是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跟铅铝酒精去喝 那有人说酒精是不是所有都不能喝 一般认为葡萄酒是可以 但是葡萄酒的适量 事实上葡萄酒不但可以 还有的人认为说一天一杯到两杯算是还不错的 他有帮忙一些酵素的问题 还有对脑部认知分析事情 当然维他命B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讲维他命A当然重要 C当然重要 D当然重要 但是B对脑部特别重要 A跟B特别重要 尤其是B B3就是胭碱酸 B9就是叶酸 就foliacid 事实上都跟我们的中枢神经有关系 那棚的话基本上是用在植物类 可是他对人类也很重要 所以像五谷杂粮蔬菜肉 淡奶 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基本食物 就是五谷杂粮蔬菜 绿色蔬菜 淡奶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素食者 大概五谷杂粮蔬菜 淡奶应该是可以 最主要是那几个 就是蔬菜类的 杂粮类的 非常非常重要 最近才常在网络听到脑雾 自从Covid-19到台湾来以后 你会发现大家常把脑雾 就是我得过Covid-19 会跟你讲怎么这样 注意力不集中 没办法集中精神 我会讲脑雾 以前我们在讲脑雾 讲的是外伤 就是我们头部受伤以后 我们就诊断脑震荡症候群 很多病人会来说 我三个月以前受伤 医生说根本电脑断层没有出血 那为什么我整天就是 晕晕的 注意力不集中 原来的反应好像没那么快 记忆力有点失调 我们就会 现在就习惯讲脑雾 但事实上以前我们都叫做 创伤后症候群 对于一种心情的影响 会比较忧郁 我们叫脑雾 那脑雾到底怎么办 我们还是讲基本上 它有很多情况都会发生 就是受伤 中风 都会脑雾 这就代表你的脑部的神经传递 出了问题 你对于环境的接收 跟分布到你的脑里 跟发散出来 你的整合能力变差了 你没办法做得很好 以前怎么办 我们就会开药 开什么药呢 开一些脑部循环药 就给你看一下 然后开点银杏 去看一看 大部分还有抗晕的药 止晕的药 也可能会用在耳朵 你觉得耳朵耳鸣也晕了 我们也开同样的药 意思就是说没有特别的治疗方式 当然最近有一些 或许各位可以在报章杂志 或者是在一些电视的一些节目 会看到 就是除了规律生活 心理智商跟药物以外 有所谓的RTMS 就从复兴的颅骨磁场刺激 有些诊所也在做 像台北我知道就很多诊所在做这件事情 还有静脉雷射 现在非常流行 好多人很喜欢去 做一次几千块几百块这样去做这个 那这个可以 这我待会儿会跟各位介绍 最主要还是情绪管理出了问题 我们的情绪管理开始有跟各位介绍 就是它是我们深层 海马回 基底河也是我们最常中风的地方 脑出血的地方就在基底河 然后有尾河 也是影响情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位 线人河 然后扣带回 都是烙着脑的深层 它都跟前额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就是它一接收到讯息就会传出去 所以忧郁症就是在我们的这里出了问题 就是忧郁症就是左额前部分跟右额前部分 尤其是左边这边 专门控制 这里如果有问题的深层这里有问题 我们基本上来讲就会影响到它的忧郁反应 所以我们每一个区块每一个区块有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会这个能力如果活性降低呢 它会冲动能力跟判断能力跟执行能力 这能力就降低了 它会一直忧郁下去 那以前没有药 除了一些让它快乐的一些兴奋药以外 其它事实上没有真正能够治疗 它会负面悲观 它什么事情都是负面的 你看讲 你只捡到五百块 它也不高兴 它说我怎么没捡到一千块 可是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交不了它 那就是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很忧郁 负面悲观 那跟各位介绍是现在临床医院都有的 叫RTMS 那这个在诊所在医院里面都有这些 那有些人就是思绪一直没骂几重 他就会去挂复健科 挂加医科 挂神经内科 他们就会跟你介绍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一开始在台湾并不流行 流行大概就是这一两年 那时候是针对头部受伤引起的脑雾 就是外伤症候群 那些人真的非常痛苦 他没办法回去职场 他就觉得我没办法集中精神 他逛街什么跟人家讲话是正常 可是他一旦专注起来 他没办法专注 以前几乎没药可医 那现在这一两年我们发现 只要你有这些状况 不只是外伤 还包括中风 还包括什么 他可以让你的动作增加 让你的情绪反应变好 让你的情绪反应 以前是治疗一些忧郁的病人 现在就拿来用来在认知功能 他给你做刺激 因为他藉由磁场的改变产生电流 可是你摆哪个位置都要很有经验的人 你不能乱摆乱电 他一定有他固定的一些电流产生的方式 这个跟我们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发展 是跟过去如果大家听过 如果你去过台北市立疗养医院 以前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我去那边实习 你只要不乖 那些精神分裂的 他会用电的 他跟你讲过了 给你吃药了 你还偷偷的做一些坏事 他就会把你抓去 电 电是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电很不舒服 结果我们发现电完以后 他情绪变得很好 慢慢的你就发现说 那我把忧郁的人也抓来电一下 可是那电很痛啊 他这个电不会痛 他这个电以后你让有愉悦感 这个就觉得很好玩 我们很多的医学是经过一些 不是那么原来想要这样做 但是后来发现 本来是电它让它安静的 结果发现它可以改善忧郁症 所以这个就开始发展出来了 那就用磁场的反应产生电流 不是真的用电它 可是过去真的是用电它的 只是跟各位介绍 那个好玩的地方 这个叫重复性的颅骨磁场刺激 叫RTMS 各位只要上网 很多医院都有 只是主要各位 如果没有涉猎到这里 可能都不太会了解这些 这只要是忧郁症中风 那如何促进脑部健康 事实上刚才都有跟各位报告过了 我们的脑部的问题是在于 结构生理一定要健康 这个在医学能够做得到 我的解剖 我的脑血流 我的血氧 我的脑血糖 我的脑压 那个都是由医生 神经内科医生 神经外科医生 要负责让你有健康 如果你住进医院里面 可是一般的神经传递物的保养 化学电生理的健康 是要靠自己平常时的保养 当然行为情绪健康 也必须要自己训练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脑部健康 脑部健康 绝对不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它是一个电生理跟心理的一个问题 所以健康的脑必须要包括思绪判断 人际关系专注力 想象力空间感知能力要健康 至少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任何盲目感 没有任何错愕感 要非常清楚 我们叫做健康的脑 如何让脑部健康 刚才大概都讲过一遍 训练 饮食 睡眠跟运动 禁烟 禁过量的酒 这个事实上是 把刚才所讲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心智很难 我在慈禁医院做过七年的主管 我还是讲那个正言法师上人教我们的 就是要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这讲很简单 非常难 非常难 我常常在开刀房骂人 因为做不好 那病人会有问题 我就骂 结果金色师傅就打电话给我 陈院长 你又生气了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我说我真的没办法不生气 因为你不生气 我说我不惩罚他 我说实在的我就会 因为我希望他改 因为他改了下一次病人才不会有问题 不过这真的也算是 因为生气真的是对自己不好 不生气也不行 所以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让他自己的心智能够协调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脑部的训练学习 大家会认为说我年纪大了不能说错了 我们从小一直到老都可以学习 我们要学习专注 积极参与 矫正错误跟巩固学习 这是要学习一件事情的四大要务 各位只要现在要去学画画 现在要去学写字 现在要去学散步 现在学走路 现在要去学一个健身操 学跳舞 我是觉得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投入 你只要积极参与 你会发现你再过两三个月回来看 再过一两年回来看 你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身体可以 环境可以 你甚至我会建议每天去早上去游泳 这非常好 你可以认识朋友 你可以全生活动 你可以学走路 因为你要走去 你就可以去 而且我们也发现 你脑部在做我们的脑功能测试的时候 你的亮点会不一样 就是我们原来在运动的时候 你的亮点不够 可是你发生这些训练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的亮点就会出来 你的脑一直有活性出来 所以脑是可以训练的 他这一篇在NHK这边出来的报导 就是经过脑部训练以后 那些原来是一般的起手 他不断的训练以后 他的脑部的控制范围是越来越大 也就是他脑的活药区是变大的 就是他在下棋的时候 他装一个电极在这边 才发现他的脑是一直在发育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脑是可塑的 你可以改变脑 不能新生脑 但是你可以让脑的功能发挥出来 当然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越小的小孩子 牛奶的奶制品 豆类 鸡蛋鱼肉 水果蔬菜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可能可以在带我们的第三代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儿童的脑如果他平常有一些状况 不见得真的是他的个性 所以有时候反而要带到小儿神经科去看一下 就是说我的孙子怎么教不好 爱动 那万一他妈妈喜欢买一些炸的东西 或者他喜欢去吃一些 怎么讲路边的东西 你就要稍微小心是不是油脂太多 是不是营养缺乏 这个你都要去注意看 那有的小孩子夜间磨牙 是不是钙质缺乏 这些都要去注意 当然各位的第三代一定是照顾得很好 我只是说如果看到情绪化反应 你不见得真的是他有问题 这个在我们的营养里面 在他的那个都要注意一下 神时候的大脑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还是蔬菜水果 因为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水果 尤其是绿色蔬菜 再加上很多的水果类 实际上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让脑的退化变慢 这个很重要 当然蛋白质是我们的神经传递物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几乎所有的药品 都是针对蛋白质的 某些作用来给你开药 所以用了以后 就是会让你的脑部的一些运作 非常顺畅 包括鱼肉类 尤其是深海鱼 尤其是深海鱼 还有一些豆制品 这个对像坚果类的 大家知道像坚果很热门 不管是电视广告或者你送礼 因为坚果对脑部的发育 或者成熟的大脑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坚果也含有所谓的 不饱和脂肪酸 豆类里面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刚刚我讲的多巴胺 去世上的一些东西 它是有兴奋性的 这些都是氨基酸来的 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 也是神经传递物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多巴胺大家知道最有名还是Parkinson 如果你缺乏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忧郁 但是太多也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刺激性的 一个神经传递物 所以太多太少都不行 我们人也会自动代谢 这是多巴胺 这是含泰洛辛的一个食物 也是产生多巴胺的一个成分 它就是肉类奶制品 一些酪梨跟香蕉 所以事实上大家现在在坊间 在吃的东西 大家说酪梨对生病的病人很好 是因为它含有很多的Tyracin 但是酪梨相对比较贵 而且菜市场不见得买得到 但是酪梨的确在一些脑部的恢复 的确是中枢神经的恢复 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 福安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兴奋性的神经传递物 很多的食物里面也有这些东西 待会我会跟各位报告一下 它最后会产生一个Gaba 它也是一个协调性的东西 但是在受伤的脑部跟脊椎里面 福安反而会造成二度伤害 这个是我们在做 脊髓再生的时候发现的东西 所以恐慌会出问题 那不是应该讲缺乏它会出问题 缺乏这个东西它会恐慌 会震战 但是对于兴奋过度也不好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神经禅递物里面 就是过于不急 都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一个伤害 那富含福安酸的一些食物 还是一样又回到骨类跟痘类 坚果内脏之类的 当然有素食的话就是马铃薯 花野菜菠菜 这些东西也可以提供一些福安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骨类跟痘类 这个在福安来讲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锦素 就是快乐元素 我们常讲血清锦素的话 如果它充满在我们心里 我们会有愉悦感 就像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看一件事情 很奇怪 你今天看这个人就觉得很好 你明天看这个人就觉得很不好 就是这种东西很难用情绪化来看 但是你的脑就会有这些反应 那是跟你的神经传递物有关系 所以多次让自己身体会觉得愉悦的 你的心里会觉得愉悦的 会比较好 所以血清锦素是老一个抑制型的 它不会让你过度的兴奋 但是它会让你调向一个正向的心情 让你用比较和缓的态度 去看你周遭的一些事情 当然它可以帮助睡眠 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有些人失眠 喜欢吃安眠药 我们的台湾的安眠药的消耗 很难想象 一年要两亿 两亿台币去吃一种安眠药 所以以前卫生福利部曾经检讨 台湾的安眠药真的已经到了比较泛滥 因为安眠药到后来是管事 它是管制药的第四级 也就是说吃久了它绝对会上瘾 这是安眠药 所以很多人就吃Malatony 就是那个叫什么 Malatony叫做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脑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东西 它可以让你的生理调节 让你的睡眠比较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退黑激素 这个在坊间也买得到 富含这些Chiptofen的也是有一些食物 不过这是蛋白质之类的 关于脂质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脂质是让细胞末结构完整的 脂质最重要的来源还是肉类 鸡类鱼类 可是这些是属于饱和性脂肪 我们都认为你可以吃它作为能量的来源 但是基本上来讲对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脑有好处的还是只有比较深海鱼类的 它会比较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 它对免疫对降血脂 对动脉硬化都可以降低这些问题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心脏血管系统很正常 那不饱和脂肪类的就包括这些东西 包括鲑鱼 沙丁鱼 核桃 豆类 这几个不管是你是素食或是荤食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小孩子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这些 大人的话就是会去连锁药局 你去跟他买DHA EPA 他就会写不饱和脂肪酸 这个在坊间也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营养品 软磷子就是从蛋黄跟大豆制品 所以有些素食类的 事实上多多少少还是要摄取一些蛋黄 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全素的话 那豆类就要多吃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来源 维生素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维生素主要的还是在维生素B 维生素B有分B1 B2 123 6 9 12有很多很多种 不过Colin这种胆素维生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固定吃一些胆素叫Colin 它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跟认知的速度 如果你缺乏它会记忆力会减退之外 最重要它也会导致阿滋海默症 那富含胆素还是因为有蛋或鱼又出来了 所以在剂方面我自己了 我自己也记不出来那么多的营养品 因为我也不是营养师 我还是有机蔬菜 就是绿色的有机蔬菜 然后豆类 蛋类 深海鱼类 你把这个东西列为最主要的一个 摄取的一个营养方向 当然杏仁花野菜是特别提出来 拿来对葡萄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摄取也比较容易取得之外 对我们也比较好记 所以素食顾倒 我会建议有一些十字花科的一些蔬菜 蘑菇类的 藜麦类的 花生跟烤豆子 那这种素食是可以顾脑的 它可以兼具着蛋白质跟铁质 胆术的需求 当然客服考试 如果各位有一些晚辈 要去一定要注意到饮食 就是蘑菇类的可以多吃 豆类跟肉类可以多吃 水果蔬菜 这十种大概就是我把 刚才我讲的过去的那个 就是以上所讲的这十种 我把它集合在这里 就是建脑补脑的食物 主要是鱼类 绿色蔬菜 巧克力 茶 它含有茶氨酸 水果 加咖喱就是姜黄素 现在也蛮流行的 在一些长辈 甚至我自己我也在吃姜黄素 所以古类食品 南瓜 蛋 奶奶跟坚果类 这个我想各位大概也都多多少少 有在注意这些东西 那我不敢讲每一个都是每天要摄取 但是基本上这些东西应该围绕在你的隐私的环境里面 当然卡罗里一定要下降 大吃大喝绝对会出问题 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BMI的范围 这是非常重要的 BMI 尽量在24 BMI 的算法就是你是多少公斤 乘以你的身高的平方 身高要用公尺来算 睡眠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睡眠很重要 因为睡眠会对免疫系统有影响 睡眠会对脑部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你只要睡眠缺乏 你基本上你的注意力跟警觉力就会下降 你的焦虑跟忧郁就会增加 你只要缺乏睡眠就会这样 你只要好好的睡一觉 你昨天不好的事情今天就变得比较好了 你昨天解不开的问题 你今天就比较容易解开 你解不开的情绪今天就解得开了 你昨天放不下的事情今天就放得下了 你会觉得一个睡眠会改变很多 所以当然如果你情绪焦虑 你不见得睡得着 这时候就可能要借由某些方式 不过我还是建议一定要注重睡眠 这就是各位在讲 它因为它会调节免疫系统的细胞激素 甚至调节体温 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睡眠有五个期 那大家只要知道 如果今天只要进入到快速眼洞 实际上你们不会知道你这眼睛在快速 但是那就是做梦期 你只要做梦 然后你还记得一些满深层的梦 而且很舒服的一个梦 我们就会觉得还不错 那你有时候进不住来 你也没有关系 因为前四个阶段你会保留记忆 有些梦你记住反而很累 你会觉得我都没有深睡 结果你一觉起来发现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也没有做什么梦 事实上是代表你有深睡 你有深睡 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 因为知道深睡以后 它可以把你的脑全部洗一遍 等于是refresh 它就是再洗刷一遍 让你变成一个新的脑再重新出发 所以熟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都是在描述 你在第五期就熟睡期 你的以稀胆数会从巧脑分泌 到全身肌肉放松 所以你第二天你的从思绪开始 一直到你的语言 在你看东西 你的情绪反应整个会不一样 静脉雷射也是蛮流行 当你失眠的时候 现在很多医院都有静脉雷射 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情 从去年我们有神经内科 在做所谓的睡眠中心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睡不着 情绪障碍或者是某些状况 他就是睡不着 静脉雷射以后 他马上就比较好睡 这个也是蛮流行的一种医疗行为 在现在在台湾 我相信在北部也是非常流行 它可以改善睡眠品质 甚至也增强免疫力 可以平衡你的胶感跟副胶感 它会对于睡眠障碍 会产生很好的一个帮忙 规律运动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做的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都是 有规律在座运动 因为运动对脑部的影响 不只是身体 它的很多的生长因子会出现 大家知道年纪越大 越不会出现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刺激它 它不会出现 你运动它就会开始出现 你越出现 你的脑内飞就越多 脑内飞越多你就越快乐 所以当然正面思考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就很难了 就是正面思考 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到底要高兴还是 是不是这个是要训练的 所以我只是在 跟各位报告这件事情 最好对于多记别人的好处 多记别人的长处 多想别人的难处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维 不要太自私 有多出来的钱就给人家 就是少差仪 少忌妒 要体谅媳妇 让他说如果我是媳妇的时候 我怎么样这样 就是三多三少 免得自寻烦恼 然后换个人生看 当然这是达赖朗妈 倒过来看 你会发现世界从此不同 这是另外一种思维 对自己一样 高尔夫就打不进去 就找一大一点的洞去推 那搞不好还比较好一点 就是做得用心活得开心 看得更开心 因为当这些你开心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脑 会分泌很多脑内飞 就是内飞态 它就会让你快乐 所以很多人喜欢参加公益活动 喜欢当志工 非常好 因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的脑内飞在分泌 你即使不认识他 你帮他 你越帮他你越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 人跟人之间要互动 因为互动是帮你自己 不是只有单纯的帮别人 一个负面思考 肾上腺素会分泌 会害到你的脑 所以你越生气 越讨厌对方 是要伤害自己 这个要不断的训练 讲很简单 我在演讲上讲 这个很简单 但是也的确是告诉大家 真的要这样 搞不好各位比我更有修养 你就慢慢了解 真的是这样 这个东西全部都要避免 要吃早餐 要吃早餐 然后不要蒙头睡觉 要制造一个好的有氧环境 那长期要饱食绝对不好 不要饰酒 不要吃太甜 要多动脑 多动脑 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了 就不动脑 找一找孙子来 跟他一起做数学 你就看一看一看 就是多动脑 多跟人家互动 多讲话 不要只听别人讲话 你要讲话来讲 就是训练自己的脑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人到底能够活多老 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脑是越来越退缩 是确定的 我们只能说 活的时候健健康康的脑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 但是至少要健康的活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70岁是衰老的分水林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东西 一定要参加各种活动 固定持续的运动 要接触阳光 多出来走走 多到外面晒晒太阳 因为阳光可以产生 我刚刚所各位提的 就是退黑激素 它你白天运动 晚上就会分泌退黑激素 让你的睡眠 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周期 生活要有变化 不要固定 即使你的老伴要你整天待在家里 偶尔就趁他睡觉的时候 你就出去走一走 你一定要去改换一个环境 你的脑才能够refresh 就是不断地翻新 让你的脑更健康一点 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非常重要 多吃优质蛋白 多创造一点 有产生血清紧素的一个物质 多吃美食 美食不是要你花大钱 也不是要你去买空白饭 就是一定要选择你觉得精致美食 或自己买来自己煮 煮了好吃这样子 多吃美食 避免跌倒 70岁的坚持 80岁才能持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讲的持续是脑部的一个活动率 才能够持续 营养行为跟矫正 你必须要学会纠正自己的一些行为 要多运动 多注意睡眠 多正向思考 如果这三个都能够做到的话 我认为各位一定是非常健健康康 一定是长命百岁之外 非常脑筋 非常清楚 谢谢各位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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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精彩的演讲 我们现在是做双向沟通 我们两边有麥克风 会给大家来 我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请您举一个手 来 这边请 请对着麥克风讲 曾教授 我刚刚有提到说 跟脑部健康有关系的科典 случа 有能够enge 神经科 我也有提到 性挨LA 還有心理科 這麼多科別 當然都跟我們腦部健康有關係 所以這些科別 是不是能不能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些科別怎樣的 就是當作我們腦部的健康 我們事實上是有心理師 但是在醫學裡面 在台灣的醫學裡面是沒有心理科 因為我們把我們叫氣質叫organic 氣質的意思指的是我們看得見的東西 或者我們了解的神經功能的一些問題 像我們像神經傳遞好了 如果今天我是腦末炎 腦末炎實際上是看不見的 但是你知道它的腦末有正在發炎 你可以從感染指數看 這種實質有在做一些免疫反應 或是發炎反應或者是感染反應的 我們會歸類在神經內科 像有不自主動作 不自主動作的人 是代表他的神經傳遞出了問題 這就不屬於精神科 就是說你只要有動作上 反應上的問題 是屬於病態的反應 我們就會認為它是屬於神經內科 動作那些東西反應 但是如果是情緒方面的 我們就會歸類為身心科 那就變成叫精神科 只是我們後來就不喜歡 用精神錯亂這個字 像我們以前的精神分裂 我們現在比較不叫精神分裂 我們叫做思覺失調症 我們不叫分裂 我們叫思覺失調 是因為它的思緒 跟你的思緒不一樣 那也是一種人權的尊重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身心科 叫做身心觀能科 神經內科就純粹治療中風 顛肩不自主運動 像神經內科在某些大型的醫學中心分成四個科 叫不自主運動科 就是你只要亂動 那就是歸於神經內科 你只要顛肩 顛肩有分局部顛肩跟全身顛肩 局部顛肩就是我的手一直在抖 壓都壓不下來的 不是那個亂抖的 它就是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甚至嘴巴這樣一直抖一直抖 嘴巴歪一邊的那一種 全身這樣抖的 那個都是屬於不自主動作 叫做顛肩科 不自主運動不是顛肩 它只是這樣動 它的腦部並沒有在亂錯亂 所謂的顛肩指的是腦異常放電 它腦子一直在放電 小怕顛 但是不自主動作不是小怕顛 它是多巴胺的缺乏 有的是多巴胺的缺乏 它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科叫做中風科 另外一個科神經內科叫做 肌肉及周邊神經科 就是有的肌肉萎縮症 像什麼見動人 那個也屬於神經內科 那也屬於神經內科 所以這個叫神經內科 而精神觀能科 就是屬於情緒科 憂鬱的 或者是自閉症的 那就比較會屬於 神經觀能科 就是所謂的 怎麼講 焦慮的 躁鬱症的 那就會屬於神經觀能科 大概是這樣子 是 好 後面 陳彥長你好 你的演講非常的讚 讓我們學到很多 然後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是62歲 然後我還在上班 可是我常常覺得 那個下班騎機車的時候 我已經睡飽了 可是為什麼一下班 就一直打哈欠 一直打哈欠 還有坐在車上開車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現象 那網路搜尋 他說是腦缺氧 那我要怎麼改善這樣子一個 一個 就是腦缺氧的狀態 我要做了哪一方面的預防 然後因為我的哥哥 我的姊姊都有巴金聲勢症 所以我也有點擔心 謝謝 因為腦缺氧是一個比較含糊的說法 因為腦要缺氧沒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只要身上的一些循環 我們最需要的 就是想辦法給它輸送到腦裡去 所以診斷腦缺氧會比較奇怪 因為尤其是我們在COVID-19的時候 大家知道幾乎很多人家裡 就會有一個腦飽和的診測器 就是血氧濃度的檢測器 常常講我血氧濃度降到90了 結果又要去住院了 所以我們有把那個住院的條件 定在腦缺氧 應該講腦的血飽和量 我們叫腦缺氧 但是大部分像我們在座的各位 都是98 99 100左右 但是有些 有些我們在加護病房觀察到的 就是有些上了年紀的 就是80歲 90歲 甚至90幾歲 甚至長期肺部不好的 它的血中的氧濃度 只要90就可以了 像我們有時候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睡眠中止 很多人有這些狀況 就會到睡眠中心去做一些治療 那這些睡眠中止也是因為 它停了20秒 它才想要呼吸 這時候它的血中的氧濃度 喚醒那個呼吸中速 該呼吸囉 它就會傳到我們的橫隔膜 我們的橫隔膜 就自動的把橫隔膜往下拉 就是介於胸腔跟腹腔 有個叫橫隔膜 它就會下 這叫自主反應 它就會往下拉 往下拉以後我們的肺部 就呈現一個負壓 就把外面的空氣吸進來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上班族 你也醒著 除非你打瞌睡 要不然理論上來講你是正常呼吸 不太有可能會在上班騎車的時候 腦缺氧 而且也沒有肺的疾病 所以用腦缺氧來解釋 會比較模糊一點 要不然你整天吸氧氣也是怪怪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不是用腦缺氧來解釋你的精神不好 而是應該有其他的可能性 不管是糖分血糖 或者是一些肌肉的力量 或者是真的是累了 真的是累了 因為我們的睡眠即使有到八個小時 我們還是要一定的周期 才算是完整的睡眠 因為時間是一回事 所以剛才講五期裡面 我們一個睡眠 最好要有二到三個以上的輪迴 它這樣輪迴一次 大概要九十分鐘到一百多分鐘 要有這個輪迴 就是它上去 它五期再慢慢的上來 從第一期開始再下來 所以如果有一兩個輪迴以上 你才算比較足夠的一個睡眠 所以有的人會說我睡眠很足 為什麼我早上還想睡覺 這個有時候就看你的情緒 因為以前只要有某些老師上課 我就想睡覺 我也不能說那個腦癢不夠 因為有時候真的想不想睡覺 不見得一定是體力或者是睡眠的問題 謝謝 那也不客氣 好 那個 來 來 還要再五位 來 請 現場的麥克風 現在 我們在這裡五年 現在這一次修正的聲音比較大 請教陳現場 我長期 我現在是七八歲 但是我長期有在吃安眠笑 才能睡著 那我也一直想把它停掉 但是停不掉 因為停掉就睡不著 那意思是說你睡不著的話 比吃安眠藥副作用更大 所以我一直在吃 但是現在是量有減少 但是現在乾入睡的比較容易入睡 就是半顆安眠藥就可以 但是又要吃一些 類似憂鬱症和憂鬱的藥 不然的話 一個晚上在廁所散了七八次 那現在要變成吃三種藥 要安眠要焦慮還有憂鬱的藥 才能睡好 那我想 剛才聽到陳現場講到很多新的訓練 第一個就是說 禁縫 禁縫雷射 這個是可以自 我個人是認為可以考慮去試一下 因為一個失眠的原因非常非常多 所以過去失眠我們就是喜歡開安眠藥 但是現在的醫療的觀念是 失眠應該看身心觀能科 不是看神經內科 我不是反對說神經內科不會看 也不是說神經外科就會看 反正就開藥嘛誰不會開 但是問題是卡在 失眠的原因如果是心理是情緒 是哪些東西放不下 焦慮哪些東西 你要吃的不是安眠藥 你要看的是心理分析師 你要看的是了解你的人跟你去談這些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認為 失眠最適當的處理醫生 是身心科的醫生 因為身心科的訓練 是站在很多的角度去看他的症狀 神經內科是從神經學的觀點 去看神經細胞的損害程度 所產生的症狀 所以神經內科跟身心科最大的差別是 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同的 一個是從情緒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一個是從神經壞掉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用的藥跟想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很多的病不見得一定要用藥物 這個就是在身心科才會有一個心理分析師 所以在國外的精神科醫師 很多是在開診所的 他們會開藥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問題 因為你講你拉肚子 我開藥非常簡單 可是你為什麼拉肚子 至少有60個原因 我就必須要去分析 所以在國外看一個情緒障礙影響到失眠 事實上是要花很長時間 絕對不是台灣就是有些醫生就是兩分鐘就開給你 因為藥很簡單 它就是阻斷了你某些行為 可是你吃太多這個藥以後 你會發現你有很多副作用 因為它阻斷了這個路徑以後 它會阻斷另外一個路徑 而且每一個神經傳遞物 它的作用不是只有腦 它會作用在你的腸子 作用到你的心臟 作用到你的其他地方 你會影響到一些身體的其他的功能 這個要非常小心 當然最後他們還是會開某些藥物給你 可是如何減量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不要讓藥害到你 也不要一直累積 你累積藥最後的結果 就是很多身體的其他器官會受影響 這樣子 那靜默注射的話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靜默雷射 靜默雷射在我的經驗來講 它不知道要做幾次 他們所以醫生會跟你分析 他會跟你分析靜默雷射的一些效果 跟時間 因為他只是用一個波 一個雷射波 去干擾你的紅雪球的含氧量 它讓它增加 含氧量增加 所以我們的人的含氧量越增加 越可以產生正向思維 越可以產生腦的一個運作 正常運作 所以靜默雷射一開始我不接受 但是後來發現 它並不是雷射腦 它是經由靜脈管輸入 改變紅雪球的 涵氧的一個效率 所以它會把那個 涵氧量高的紅雪球 帶到你的腦部去 改善你的失眠狀況 那它在哪一科 靜脈雷射 靜脈雷射在台灣現在加一科 復健科 神經內科 最常做的還是神經內科 因為它是包括 當然精神科 我相信也有醫生會要做這些 因為這個是異類於 而且比較沒有所謂的要長期服用 它就是一陣子要做一陣子 各位也可以在網路看 因為我本身沒有在做靜脈雷射 因為我們外科醫生比較 不會做這些門診的一些治療 是這樣子 好 來 請對著麥克風 陳運長 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一次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的家人曾經雷打過 結果在臨口長更陰治療 他做了腦波之後 他說他的皮脂區異常 那我請教那個陳院長 他往後呢 他會不會得到那個失智症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不好意思 這個異常 你有說 我那個家人 他那個曾經跌倒過 結果在那個 那個長更醫院 臨口長更醫院治療 結果照腦波 他說他腦波 他說那個皮脂區的異常 哪一個區 皮脂區 皮脂區 皮脂區異常 不停的放電 那請教陳院長 他往後會不會得到失智症的可能性 那第二個問題 何謂 路易士體 那個失智症如何治療 謝謝 那個 腦波 我說我們神外比較不太做腦波的原因是 腦波是指腦皮脂電流 還有我們有Alpha Wave Alpha波 貝達波 就是說我們在睡覺時候 我們的Wave會比較慢 我們在做的時候比較快 就純粹是腦皮脂的測試 那什麼叫做癲尖 癲尖就是腦皮脂的異常放電 腦皮脂的異常放電 就是它應該要正常的導電 它會有一定的波長 就是我們白天像我跟各位講話 我就是Alpha波 我就是Alpha波 可是如果我今天突然就 眼睛閃過去了 我就開始在抖了 我就變成可能是Silta 就變得很快很快 這波長就改變了 這時候裝EUG 就是我們裝我的腦波圖 就會看出我的腦波 所以腦波不能診斷疾病 腦波只能看你當時的 皮質的電流傳遞 因為我們很多是腦瘤 很多是水腦症 很多是腦出血 那個都是在腦的深層 所以腦波是看不出來的 腦波只知道腦的皮質 有沒有受那些東西的影響 腦波指的是 比如說我在這棟房子的外面 看了一下 OK 沒有小偷 有的人會說你沒有進來 你怎麼知道 這個就是腦波 腦波在做的是說 腦波有沒有問題就這樣 但是腦波不知道 腦裡面有沒有問題 所以或許跟未來的失智 不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因為失智的意思是 腦的深層的結構 跟皮質之間的互動 我剛剛有講認知 認知就是說 我們腦在接受訊息的時候 會存在我們的情緒區的周圍 然後接著把這些整合以後 丟給前額 前額也在分散到其他的地方 去做執行 所以這個認知功能 事實上會在我們年紀 越來越大降低 那這個腦波異常跟失智 比較沒有絕對性的關係 可是它的確會讓皮質的功能 比較容易疲乏 未來這些地方 只要是異常放電過久了 這個細胞比較容易退化衰老 是這樣子 那另外路易四體 是另外一種比較罕見的 它發生的部位好像是在孽孽 我的記憶裡面 因為失智症基本上在台灣 就是全部由神經內科來做 那巴金生病的話 就是由神經內科 或者不能控制的 顫抖跟走路 就交由神經外科放晶片 我們就改變了神經電路的傳導 就讓它會走路了 手就不會抖了 所以絕大部分的失智症 或者是不自主運動 是歸神經內科 那路易四體的失智症 跟Alzheimer 它是不同的沉澱物 像阿茲海默症 它就是由被打的 澱粉類的一個抑狀體存在腦裡面 它已經沒有以前原來的 那種細胞結構 而路易四體失智症 我記得是存在在聂額葉 它的位置跟我們平常發現 阿茲海默症的位置不同 可是它也代表那個區塊的認知程度 是相對下降的 是這樣子 這個在診斷上是要利用它臨床症狀 再加上核磁共振 看它哪一個地方萎縮掉了 因為每一種失智症萎縮的位置不一樣 有的是孽葉突然萎縮了 有的是顾葉突然萎縮了 有的是後葉突然萎縮了 他們會看到不同的萎縮位置 然後後來在做切片的時候 就發現不同的沉澱物 他們就定出來這些東西 是這樣子 好 來 請對著麥克風 我想請問一下陳院長 我就是睡覺 比如說睡到四五點就醒來了 然後就睡不著 然後就一直打磕 一直哈啤這樣子 我就想說 我這個是失眠 應該要看什麼科 現在在台灣 很多醫院都有睡眠中心 就是說當你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在台灣是神經內科 胸腔內科 耳鼻喉科 跟精神科 這四科在負責睡眠中心 因為就代表說 耳朵有問題的是喉嚨 有些人的那個舌頭的後面 容易頂住你的呼吸道 所以 為什麼有些睡眠中心的病人 他需要戴那個氧氣罩 去讓那個比較高壓的氧氣 能夠進去 讓他睡眠品質好一點 避免睡眠中止症 因為睡眠中止症 病人會突然醒過來 然後這是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一定是從胸腔內科 耳鼻喉科 神經內科 跟精神科 身心觀能科 這幾個科 可以知道你的睡眠品質不好的原因 所以他不是一個科 睡眠中心在所有的醫院 都是很多科的集合 當你去掛睡眠中心 其中的一個醫生的時候 那個醫生要跟你分析 你的睡眠品質不好 是屬於哪一類的 他就會轉到睡眠中心裡面的 當科的醫生 跟你再做再次診斷跟治療 因為我如果沒有睡好 那會頭痛 我了解 因為睡眠品質不好 什麼問題都會出來 有時候身體會痠痛 我會建議你究竟 因為在台灣看病是非常方便 很多醫院 區域及醫院以上 甚至地區醫院 也有醫生是專門針對睡眠 來給民眾來做服務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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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最後一位好了 來 學院長你好 你好 我有個狀況就是 有時候坐著 有時候坐著 他會站起來 會有暈眩的 去做一次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可能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暈眩 暈眩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東西 因為暈眩基本上是從耳朵 小腦 我們人為是平衡 我們為什麼會暈 是因為我們在定點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兩個眼睛對焦 對焦以後 他會到後腦勺 他會有一條叫視覺路徑 然後接著下來 我們的小腦 就維持我們的身體的平衡 這個時候要靠脊椎裡面的 一些神經的控制 另外一個就是小腦 所以有時候小腦一旦有問題 他是沒辦法兩隻腳併攏的 他只要兩隻腳併攏 即使眼睛睜開他會跌倒 他要把兩隻腳打開 他才能夠站穩 所以各位如果有看到 小腦有問題的病人 經過處理完 他走路是這樣走路的 因為他只要這樣走路 他就會跌倒 這叫平衡 我們人只要一旦 不能維持一個定點平衡 眼睛看東西的時候 就會產生視覺上的異差 因為你會動 你沒辦法把東西 放在一定的點裡面 你就會一直這樣 就像我們坐 就像我們坐船好了 我們在那邊晃來晃去 你會發現頭就很暈了 你就會想把眼睛閉起來 因為你想把視覺不要那麼複雜 你就會把眼睛閉起來 耳朵如果有耳鳴 我們裡面有一個平衡神經 我們平衡神經是跟耳神經 聽的神經叫做平衡聽神經 我們的腦裡面就是有這一條神經 就是盧岩的第八條 盧神經裡面的第八條 就叫做平衡聽神經 他叫平衡聽 代表說他一面管聽 一面管平衡 接著下來他是進到小腦 所以小腦本身也在維持這些平衡 所以當我們從坐到站的時候 我們的考量是壓力是不是有點改變耳壓 另外一個就是小腦在控制平衡的時候 是不是有點問題 另外就是眼睛 眼睛在對焦的時候是不是有點問題 所以我會建議暈眩就會從眼科 從神經內科 從耳鼻喉科 去看一下你暈眩的可能性 當然有沒有所謂的知識性低血壓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坐著的時候跟站著的時候 那個心臟要打上去的力量 會稍微有一點不同 一般人會經過自主的調試 直接就上去 但是有些人在動脈硬化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困難 他會讓你的腦部的血液暫時性的缺點 他會讓你覺得有一點暈眩 這個可能要去看一下心臟血壓 跟量一下血脂肪 血的三酸甘油之類的這樣子 好 再一次謝謝成員長精采的演講 以及精采的回憶 謝謝你 謝謝 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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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